請注意我和超前部署不下廣告 不成立LINE群組 如果叫你加LINE就是詐騙 記得喔 以台積電目前的位階 要過歷史新高至少還要再漲兩成 聯發科目前的價位 在換歷史新高要漲三成 對 我還是比較看好 因為我覺得是 所謂的攻擊力 Attack那種攻擊力 短期裡面 攻擊力會比較強一點 大家好 我是顏麗 歡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探討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台積電禮拜四就要來除夕了 逐科的工程師大家都在討論 未來這一波究竟是台積電 還是聯發科會領先 創歷史新高的價位呢 另外呢 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大家都很喜歡買高殖利率的概念股 我們也幫大家統計了 目前台股有將近30檔的股票 現金殖利率是超過10%左右 有哪幾檔值得存股呢 馬上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是資深分析師 聯前文 聯老師 聯老師 你好 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好 好 台積電禮拜四就要來除夕了 身為台積電小股東 真的很期待 特別是我們看到 台積電其實改成 繼配期之後呢 填習的速度都很快 所以我先請教老師 第一個問題 老師認為台積電這一次也會秒填習嗎 對 台積電過去的話 只要行情不要太差 大部分都會填習 不是秒填習 就是第二天就填習 很快就填習了 那現在行情不好 我認為現在行情還是熱絡的 成交上各方面 整個氣氛還是熱絡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台積電填習的效果會很好 但是現在重點來了就是說 可能台積電在短線裡面要突破600塊 我們過去講就是說 可能壓力稍微比較大的話 重點就是兩個 一個是產能利用力的問題 因為現在3奈米的成能利用力可能到明年第一季會降到60-65% 所以如果這樣換算 明年第一季跟今年第四季的營收比較好 可能會衰退9-13% 所以他要面臨短線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他會填習 但是要突破600塊 可能要一點時間 他的毛利率的話 現在第一季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會不會降到50%以下 有可能到49.5% 所以他會有這個壓力 但這個毛利率是短期的問題 到明年第三季 他的毛利率就會回升到54% 所以台積電長線還是有投資價值 但短線難免會有一個循環 剛好現在進入淡季 所以這個淡季的話 基本面比較沒有著墨的空間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實在600塊還是有壓力 但是填習的效果其實還是有的 好 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期待 他要創歷史新高的話 可能要有一點耐心 好 林老師你知道嗎 因為我很多朋友在竹科 然後就很多朋友就是在竹科的工程師 或者是高階主管 他們最近纷纷問我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可能都有同時投資 台積電也有聯發科 大家就問我說最近聯發科的營收 11月營收找出亮麗的成績單 那大家想要理解的是 過去台積電的歷史新高 大概是680嘛 對不對 那聯發科大概1200塊左右 所以老師我們要不要來大膽預測一下 你認為究竟未來是台積電會先創歷史新高 還是聯發科呢 我也幫大家算了一下 以台積電目前的位階要過歷史新高 至少還要再漲兩成 聯發科目前的價位在上歷史新高要漲三成 對 我還是比較看好聯發科 因為我覺得是所謂的這個所謂的攻擊力 Attack那種攻擊力 短期裡面聯發科的攻擊力會比較強一點 那為什麼到這個地方它會震盪 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今年如果賺48塊 明年賺54塊或是55塊 現在賣哥也是估58塊 大家還會覺得說這樣本利比較稍微有一點高 所以1000塊是一個壓力 但是我是覺得說它後年大概75塊 但是過去我本來是認為就是說明年大概第二季之後 它會去反應1200塊 但現在大概1000塊都有壓力 其實短期裡面1000塊確實有壓力 但是因為最近太多事情發生 我覺得1000塊的話還是有機會突破 第一個的話 它也算ESIC就是專門替微軟Google做晶片的那一種 現在四星已經三千四八塊 就是說四星一直墊高 其實它的所謂這一方面的設計能力 它不輸給四星跟創意 只是因為它太大了 大家比較沒有琢磨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現在接到ESIC的訂單越來越多 我個人認為耳後會接了更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在講Wi-Fi 7 Wi-Fi 7其實之前的話像利基 或者是像宏傑哥我冒曾經有稍微漲 就是因為Wi-Fi 7 Wi-Fi 7最重要的社會股是電影管理IC 電影管理IC Wi-Fi 7要用20顆以上 比Wi-Fi 6多20顆以上 這個電影管理IC多20顆以上 其它已經併了一家公司 是國內最大的一個電影管理IC公司叫利奇 現在我們發現就是說它的旗艦機 現在那個Vivo的X100用它 那緊接著那個OPPO新的旗艦機也要用它 小米的紅米也要用它 所以它這個在所謂的手機晶片的單晶片 它今年的營收是10億美金 明年是15億美金 所以不用害怕高通什麼會搶教或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發現喔 現在所有股票會漲的體材零發科都有 所以我是覺得四星只要那股價不跌的話 最後它還會拉 因為你可以發現有一檔股票叫威盛 它本來不太會漲 後來眼看著四星一直漲 眼看著創意漲 威盛也漲到一百七十幾塊了 就是其實同類型的股票本益比會一起帶動上來 對你看那個M31 M31它只要是成熟製程 它在先進製程其實琢磨不多 漲停板是一百多塊 它也漲停板 就是同族群的那種效應 如果說四星一直不跌它就帶動創意 它就帶動M31 帶動資源帶動威盛上去 那它也是有這種屬性 所以反而我是覺得說 最近這些信息都很好的情況之下 一千塊這個地方因為漲了四層 所以它會震盪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這個震盪只要不拉回 最後還是會突破 所以我對聯發科跟台積電 我是覺得聯發科比較attack 是比較有攻擊力道的 好其實這一題我也問過我們上個禮拜的來賓 李永年 李老師 那永年哥也是投聯發科一票 那當然觀眾朋友有不同的答案 不過我覺得剛剛聯老師講的一個重點 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在於說 如果同類型的IC設計股的本益比都墊高的話 我相信聯發科也不會太寂寞 那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看了外資的研究報告 大家都估明年的EPS 大概是落在55 然後上下附近 那極有可能後年 就像聯老師剛剛說的 極有可能到70塊以上 但如果它的本益比因此墊高 我們用20倍本益比 即使明年是賺55塊 乘以20也是有1000塊的價值 不過這就牽涉到世新的本益比 我覺得世新老師這更猛 我自己在看外資的研究報告的時候 大家預估世新明年EPS是100塊錢 然後願意給它40倍的本益比 因為主要它的產品 這個是在產業的循環裡面 剛開始是Kindergarten 它現在是在幼稚園 這個產業 還在幼稚園 這個產業未來會到College 會可能會到Soil Master 會到碩士 現在只是一個Kindergarten 就是說它目前的階段 還是在幼稚園的階段 今天這個輝達 說什麼下單要下給Intel 要什麼這個 這個除了台積電 可能會下單到Intel 為什麼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說它分擔不是 輝達它現在的市值一兆 那為什麼到一兆美金 就是說未來人工智慧 有可能輝達在2027年 2023年是今年 已經快過完了 明年是2024 2027年營收有可能到3000億美金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跟現在比的話 可能10倍的增長 不是20%30倍的增長 所以這個AI以前 我們就認為高階伺服器 現在不是 現在AI的概念叫AI on everything everything的話 它在手機 在PC 在智慧裝置 在所謂物靈網 在所有東西都要用到AI 所以如果今天輝達的營收 未來是到3000億美金 四年的時間 如果說有10倍的一個成長 那這個的話它接單就接不完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從價格來看 當然我們要居高思維沒有錯 但是這個是在產業的 所謂的這個浪頭上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它接到了Exec的單子的話 現在才剛開始 我說又自己 未來單子還是非常多 因為你可以發現 蘋果設計一個晶片 成本是40到50塊錢美金 你知道它以前用英特爾要花多少 200到250塊 自己設計只要40到50塊 用別人要到200到250塊 而且自己設計符合自己的需求 別人設計還不一定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未來微軟所謂的這個Tesla 或者是像所謂的亞馬遜 設計的晶片會越來越多 大概下單 大陸它不會去下 因為美國不准它去下 那只有台灣去找 台灣去找的話 就是世金創意 聯發科台積電 或者是像所謂的M31 只有這些廠商而已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它股價高 但它產業的趨勢的話 其實它還是在浪頭上的 對 第一個是產業趨勢還在浪頭上 那第二個其實 這種IC設計服務公司 我覺得它的競爭實力真的很驚人 那事實上可能觀眾朋友也 有些人比較不理解的是 像這種IC設計服務公司 他們毛利率將近是百分之百 對 所以我覺得 國外月亮真的沒有比較圓 台股處處是黃金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探討的是 知名分析師陸行之 在上個禮拜 接受了一份財經雜誌的專訪 他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他說明年也就是2024年 他覺得半導體整個產業 就是一個字來形容表 因為就像剛剛李老師說的 AI是在anything 什麼各個環節都可以用到這個AI 所以他建議大家要觀察的重點是 IC設計會先起漲 蠻符合現在市場的狀況 所有的IC設計類股都是百花齊放 他認為第二階段就是低原代工 換句話說 現在的晶圓代工股價剛動 他覺得還沒反應完 接下來才是矽晶圓跟半導體設備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陸行之先生提出另外一個觀點 跟我們現在市場上的主流的觀點不太一樣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認為呢 大家可以多花一點點的時間來去focus 放在的就是成熟製程部分 他覺得成熟製程呢 其實現在在谷底啦 那如果從谷底往上跳的話 營收跟獲利跳起來是很驚人的 那我們一般的投資產後可能會覺得說 應該要投資比較多的 還是在先進製程部分 老師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想法嗎 對 那陸行之這一段話 我們等一下再談 我們先談成熟製程 這樣再來談陸行之的一個觀念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這個晶圓代工 其實這段時間在成熟製程 一般來講產能力用意當到只有五成 代表就是說 現在情況好不好 現在情況是不好的 那為什麼現在情況不好 晶圓代工如果我們把台積電再加進來的話 大概原則上 第一季的話可能還會再測試底部 我們剛才講過說三奈米產能力用力會下滑嗎 台積電的營收可能第一季會比去 今年第四季的話 衰退9-13% 所以它還在徹底的階段 那為什麼成熟製程會降到五成 這最終觀念的話 你可以發現 現在大陸的所謂的這一個 這個成熟製程 就所謂他們的一些所謂的金銀廠 中國大陸的新煙廠的話有44座 未來在蓋22座 但是他們有8吋廠也有12吋廠 但重點是先進製程它沒有EUV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做成熟製程 就是28奈米44奈米大概就做這個東西 12吋廠也是在做這個東西 那你可以發現它產能增加這麼多 大概增加21% 因為現在44座嘛 未來會增加22座嘛 所以未來這個增加幅度很大 它的市占率會從29%增加到33% 台灣會下降 所以為什麼產能利用力的話 這邊的話 聯電的微粒這邊100 110 只要一直降一直降 這邊你可以發現50 竟然降到50%以下 這就是因為大陸的成熟製程一直擴長 所以產能一直增加出來 所以變成說 它產能增加出來的話 變成說產品的市場供給就大幅增加 供給增加的話 產能利用力是下降 好 那現在所謂的這個陸行的概念說 很好哦 因為它50 漲到80 那我也知道說 這樣是很好 因為它往上推升 就是積極低嘛 但是問題是50到80 以前繁榮的時間的話 大部分都是100% 到110% 所以這個增加到50 到明年第一世紀到這個地方 到80 這是沒有措施增加 但是過去繁榮還是不夠 所以這個地方是蕭條 這個地方應該叫復蘇 繁榮的話 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叫復蘇 所以實際上成熟製程 現在還是面臨這個問題 那大陸它成熟製程 它就是想用12成 28奈米 16奈米 把它做成可能7奈米 5奈米 所以它成熟製程會一直增加出來 所以現在成熟製程的話 短期裡面 我個人認為雖然是增加 但是它獲利的情況還是沒有改善 那現在重點的話是車用 因為車用 這段時間車用需求最差 因非你恩智埔 安生美的話 其實他們的 營收表現 獲利表現都不是很好 所以實際上我們這樣講說 雖然陸行一漲五成到八成 但實際上跟過去繁榮百分之百 其實有一段距離 那在獲利我們現在要講就是說 這些成熟製程的股票的話 會有一個壓力 它今年賺4塊毛5 明年4塊去貿6 那趙機長明年你說成長兩成 成長兩成 獲利應該增加很多 直救 因為它這幾年 它的資本支出 20億 28億的話 比已經增加很多 所以直救費用 直救費用的話 今年410億 明年471億 所以照理講 它就多了60多億的直救 如果沒有這個60多億的直救 可能它的獲利就5塊多 5塊多的話 可能股價還有一點空間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成熟製程的話 其實還是去先操作 那也許可能它付出 從50%到80% 你可以繼續操作 但是如果聯電 季限式七塊跌破的話 你還是要賣出 對 因為其實 我覺得聯電的股價有點弱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站回五字頭沒有多久 又跌回到48 所以其實之前 買在六字頭的小股民 就會覺得說 很心寒 到底什麼時候聯電 可以再回來 所以關鍵就在老師說的 季限這邊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的位置 如果真的跌破的話 表示後面有貓膩 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觀察 所以老師 我們先幫大家下 另外一個結論好不好 如果是純股足的話 有聯電的人 您會建議他們減碼轉 買進台積電嗎 對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這樣做 我還是會這樣做 因為產業是這樣 就是說 台積電的話 雖然三奈米有季節性的循環會下來 但未來他客戶太多了 輝達也會進來 AMD也會進來 高東也會進來 Intel也會進來 所以他未來的成長性會比較高 那獲利我們之前講過 今年的話 台積電可能三十一塊三十二塊 明年就三十七塊 搞不好他三十九塊 他機會比較大 但他四塊五毛五 四塊七毛六 而且他直接費用多了六十幾億 所以如果以獲利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的一個所謂的 摩門肯動能比較差 台積電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他比較便宜 台積電比較貴 但是有時候的話我會說 你可以買零股 對 聯電的話還是轉到台積電 就是說用長線來講 台積電它還是在浪頭上的產業 只是短期裡面 它是一個緊急循環 可能到第一季是一個淡季而已 好 我們再來看是 相關的成熟製程的部分 也是有還不錯的股票 可以來做一些佈局 老師比較推薦的是 聯勇跟電源管理IC的系列 對 現在我們來講 驅動IC就是講到成熟製程 最重要是驅動IC 或者是像所謂的電影管理IC 還有MCU 或者是CIS 那我們以驅動IC為例 驅動IC其實不好 你可以發現這到明年 這2024年第三季 第四季 它整個價格還在跌 所以一般像天翼 或是敦泰的話 其他的驅動IC景氣面是不好 但是為什麼講所謂的這個聯勇 那你明明講驅動IC價格再跌也不好 那為什麼會講聯勇 你看聯勇的獲利37.5 明年是43塊 不好總會成長 因為主要未來的手機 都會用AMOLED的這個面板 因為我們LCD的面板 一般清晰度比較差 對眼睛比較不好 但是AMOLED的面板 飽和性比較高 所以它照相的時候 你怎麼美肌啊怎樣 就很漂亮 LCD的美肌效果就比較差 AMOLED的話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AMOLED的話 重點因為它拿到蘋果供應鏈 台灣的驅動IC拿不到蘋果的 它明年切入蘋果供應鏈80億 80億的話獲利就增加出來 所以它反而是因為我接到新訂單 所以它比較好 驅動IC是影像定位 以前我們那個電腦 那個或者是平板 一開始模糊 後來變得很清楚 那是要驅動IC去做定位 那電影關聯IC主要是電流 電影關聯IC 如果你用在面板手機的話 成長性都不高 但是你必須要用在WiFi去自動化 使用物聯網成績比較高 我們以犀利為例 它雖然只賺兩塊兩毛錢 這個很差 因為大陸砍得很厲害 然後但是明年也賺不多 但是股票有時候 是在考慮它一個所謂的這個成長性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2023年它確實整個都下滑 那明年開始成長 所以賺兩塊賺七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2025年 它成長性比過去的新高還要高 然後這邊更高 那為什麼未來兩年 它的成長性會高出這麼多 就是我們跟各位報告說 電影關聯IC如果能夠切入自動化 WiFi去測用物聯網 這個東西一旦整個股底翻身起來 四個加進來 整個成長性就會比較高一點 其實系列是當年的股王 股價一度是在五千多塊 那主要還是因為股票分割 然後歷經了不景氣 所以其實聯老師的意思說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它未來的一個成長性 是不是符合聯老師 還有法人間預估的明年的EPS 能夠來到七塊錢以上 所以老師幫大家做另外一個小結 是您認為系列有機會重返榮耀 對對對 但是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好要多花一點時間 然後聯勇 因為其實我們節目很多老師 也跟大家分享過 主要是因為它的業務比較分散比較多元 它又有手機 然後又有notebook 然後有PC等等題材 又是高配息股 所以其實法人蠻喜歡的 好這兩檔股票就提供給大家當作參考 最後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聊一下 現金殖利率的高股息的殖利率 主要是因為很多的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這個動輒配息配8% 10%以上 現在買 然後慢慢存股呢 放長就會賺錢 可是呢 老師我們想要請教您的是 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了 目前台股現金殖利率超過10%的 有將近30檔 那我看到這個統計的時候 我心裡頭第一個感覺是 哇 長榮陽明這個是緊急許環股 然後像大田跟明安 這些配息大概都有8%到 不止哦 8% 12%甚至50% 那像大田跟明安現在是 處於一個股價比較低檔的一個位階 所以老師針對這種高股息殖利率概念股 我們是有一些挑選的準則跟新檔 對 因為一般投資大家都講配息配息都是這個概念 那因為明年我們知道美國有可能三月就可以降息了 然後台灣今年的GDP只有1.45% 所以原則上不太會升息 所以一般來講未來的話這是利息 不會再升 反而是往下降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說 那既然放在銀行利息會下降 那利潤就不高了 那我是不是投資股票有沒有高股息的這些股票 因為你可以發現有的ETF高股息 其實股票都維持高檔也很好 所以大家就會有這個概念 所以變成我們說明年美國可能會降息 因此高現金殖利率的股票會受到青耐 但是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什麼叫做高現金殖利率 我們這樣看股息除以股價的話 這個叫殖利率 就是因為這個股價都不會漲 股票如果很會漲的話 就是低現金殖利率 或者是它股價跌很多啦 就讓你的配息變得這個%數很高 你股價漲就不是嘛 你股價只會跌 是 但是你只會跌 所以高現金殖利率一般 過去都不是我們投資的標準 就是說不會去嘛 但是我們現在就說 我跟銀行比較 所以原則上我是覺得 我分幾個重點 第一個 高屋酒肝 你看這個民安 2021年賺10塊錢 2022年賺16塊 很賺錢 然後大田的話 2022年賺20塊 2022年賺21塊 很賺錢啊 高屋酒 這個還是很賺錢啊 還是社會疫情的關係 今年大概就比較辛苦了 復勝的話 2021年的話賺16塊 這個2022年賺36塊 這種獲利都很好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每次公布營收 這些營收都創新高 就是賺錢 為什麼 因為大家把 矚目的焦點的話 是比較活潑的股票 本孟比 或是比較活潑的股票 這些股票 大家沒有注意到它 所以它很冷 但是我們如果假設說 它跌 有時候除非是大盤是崩跌一段 大盤沒有崩跌一段 其實它股價就盤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拿到利息 盤到那個地方 那這樣至少比應當好 所以它還是有這個概念 那第二個是比如說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設備比如說以油田回利 因為印刷電路板紅 因為印刷電路板 未來窄板需求量也很大 還有我們知道你看 社用印刷電路板 這個定營也很會漲 然後高級也很會漲 然後這個進鵬也很會漲 所以這個印刷電路板 其實是一個行業 看起來的話是低成長 但其實它是很熱絡的 它的所謂的這個 就是說檢測設備 AOI這個東西 其實有點 曾經也賺到12.55元 那即使沒有熱絡的時候 它也是賺5塊6塊 所以這個獲利都很穩定 但是有些是這樣 比如說警戒新華 像長榮 陽明 中飛行這些股票 因為所謂警戒新華 就是說 好的時候它供不應求 市長需要100 我供給只有50 哇 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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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價格一直在講 當市長不警戒的時候 市長需求50 你供給是100 哇 賣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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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長榮 過去我們都認為 那獲利又150幾塊 後來減資各方面 我們把他算算86塊好了 他現在今年貨利大概20到25塊 那亞美亞運去年賺51塊 今年大概賺2塊6 所以這個差距就很大 所以這差距很大 那過去是因為貨櫃缺貨 那現在為什麼會有貨櫃缺貨 過去國際海事組織說 你那個排灘量很大 你那個船在那邊飛 海鷗都死掉 然後地下的那個 那個海豚都死掉 你這個排灘量要低一點 你就必須要減速 那減速減了21% 你的減碳量要減40% 你就變滿危險了 然後美國港口罷工 而且你這個船還要買拖流塔 拖流塔價38萬美金 一台就要38萬美金 所以那個時候的話 是因為整個環境 但是現在這個環境已經解決了 現在你到大陸看那個貨櫃 客滿 滿滿的 整個倉庫都是貨櫃 所以變成我說景氣就不好 這個就比較危險 譬如說你泰博之前 可以賺36塊 現在大概只有賺13塊左右 你看那個恒大 恒大以前口罩對不對 它曾經賺23塊 現在恒大大概賺多少 0.27 像這一種 就是暴局暴落的 景氣循環特性的比較小 這個就比較不適合長期存股 可能短線上 如果買在相對低點可以賺價差 對 那有的可能獲利很好 但是你看營建股 好 這個長榮建議說一路漲 哇 真好 第二年第三年沒路漲 只賺一點點 所以營建股 為什麼就是說很多承銷商 不太願意接營建股 就是因為這個負債比例高 然後常常對景氣的負擔這個問題 那鋼鐵股的話 是因為這個全球的出鋼 功過於22% 所以要靠大陸減產 大陸一減產效果好出來的話 鋼鐵就盤價上漲 所以這個的話常常就是會受到這個影響 那特殊的話像葉豐 哇 葉豐不是做凌接器嗎 怎麼賺那麼多 房地產 那之後就沒有了 那像安基加石英元件 好的時候景氣好像賺3塊06毛 景氣不好的時候 看0.5 哇 那個差距太大了 像這種獲利暴增暴減 這個就不適合當所謂的重股高現金殖利率 所以原則上我們大概就這樣來做一個情況 大概就說選擇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這個高烏酒肝的啦 高烏酒肝像油田啊 不 高烏酒肝像所謂的這個大田啊 民安啊 護盛期都可以 那油田的話 這一個的話主要是因為這個 印刷列入碼在人工之外 低軌道衛星 景氣都仍然是熱弱 這是光學景色設備的話 其實曾經賺12.55 所以這個稍微獲利各方面的話還是稍比較 他還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阿村引動系統 就是以後我們這個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那個長照啊 你那個對著那個鏡頭 手稍要撞一下 我要吃飯 我要喝水 眼睛瞳孔 那個阿村引動系統 這個蠻友善的啦 當然我們都希望大家很健康啦 所以那個用眼睛瞳孔 我要去控制那個系統的話 用手稍微撞一下 那個阿村這個以後的話也是蠻熱弱的 那貓人因為他半導體通路 這家公司最重要是他每一年獲利都蠻穩的 就固定在那個只是股價不會漲而已 像這個的話我們覺得40塊如果跌破你要減量 如果40塊沒有跌破就跟他拼看看 也許可以配下息 股價又穩定 至少那個賺到那個息 有時候稍微填息一下 這可能會稍微比較好 不過一般來講 高信心之力我們是認為就是說 從過去的經驗股票 一般來講比較不會動 所以投資這類型股票 真的要耐心 而且他重點的話是跟銀行的利差 在這個利差再做一個比較 同時還是要去研究一下基本面啦 如果說是未來趨勢向上的股票 配型也配得不錯 我當然就值得長期存股 那今天非常感謝連老師帶來這麼豐富的資料 也提供給觀眾朋友當中參考囉 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是聯電的小股東 你現在會賣出聯電去存台積電嗎 以及高股息殖利率概念股 你看好哪幾檔呢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